了解了顶级大学的学生多么我不知道 大家是不是有点几家关联几家球的感觉 体现这么多年的准备 其实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业大学的阶段 确实也就十几年的时间 程序一些闲暇的时间也没多少时间 这么一上台大家就很小这个 所以呢,怎样高校地利用孩子的时间 能有目的地去培养孩子 这个其实需要讲讲提前要怎么规划 并且得坚定地走开始 接下来有请静杰海外游学群健分享 看到我们前面的嘉宾分享是非常多的干涉 但我也看到有少数的家长在打责水 为什么呢? 可能你会觉得是不是你家有个学渣 这些里面大学跟我们有啥关系? 有吗? 没关系 那接下来我的这个话题可能会跟你有关系 因为我不讲不仅说学把也会说学渣 学渣放线由我 其实这个学渣是打引号的啊 就是真正能够做学霸的学生 只有非常少数的但前面平均的百分十 我把后面的都叫做学渣 可能让家长比较失望的 你不能接受自己 其实是有一个苦吧 因为我们家里有一个学渣 所以我非常希望能够把我对我们家学渣 做帮他研究的这些东西 也能够分享给大家 我的话题是说 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这个培养路线 但其实我最总想要跟大家表达的是 学霸是永远不停卷的 而学渣也有增天还是有希望的 那我前面的微微老师说的 讲了各个阶段 你们的孩子要如何培养 我想问大家能记得住吗 是不是觉得都存在手机里 以后可能再去看 但是可能你未来也会忘掉说 这个时候讲了什么 所以我想帮大家再去梳理一下 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中 他的培养路线 每个阶段为什么要重视的是那些东西 你理解这个逻辑之后 其实你更容易知道 它的原理是什么 你就不需要去思议 随时的道理也是一样 理解了更容易的基础 首先从幼儿园 我们整个成长阶段 它其实是有这样一条国际线的 你在幼儿园阶段的孩子 他最重要要给他打的一个根基是什么 就是品德方面的东西 这些东西包括他的爱情 勇敢 诚实 正直等等 那这些东西 我觉得在国内做教育里面 是做得非常缺失的一部分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超前学习 没有原始小学东西小学学 中学的 然后忙忙忽略了这个最根基的东西 我们很多的家国学生 到了真正走入社会的时候 才开始学这些东西 这个时候已经学会了 只有年龄越小越容易学 你该学的时候没学到 他就遗忘了 所以你能看到他孩子 在未来大学的时候 走不设备的时候 你再跟他说 你要去挑战 你要勇敢 做不到太难了 到了小学阶段 中路的阶段 刚才他说的 就是你要做孩子的阅读 然后让他每天坚持读书 为的是什么 正越读能力 还有第二个是 提升他的逻辑能力 所以你上学阶段 所有的学之主科里面 正确的英语和数学 是最重要的两个学科 因为你在这个阶段 不停的输入知识 然后 他开始有了自己学习的能力 学习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学知识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个能力是跟随你一辈子的 未来你有了自学的能力 你想学什么 都无意 而且不需要花很高的价钱 再去学习 到了初中阶段 他进入了清晰期了 他会开始质疑 你输入给我这么多的东西 我会开始想 我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我喜欢的是什么 我没想要学这些 我学的这些东西到底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 你告诉我的东西是错误的 他会开始叹逆地去 去思考这些东西 所以在初中阶段 其实是他追求个性和自我探索的一个阶段 那么他会要在这些社团活动里面 还要包括选求课里面 你会发现 到了中学开始 还得会有特别多的选求课 其实就是开始慢慢去尝试 思考 他到底喜欢的是什么 到了高中阶段 就是还要证明自己的阶段 你是开闭吗 你觉得你喜欢这个不行的那个 我能学到这个 我不想学那个 可以啊 他就在高中阶段证明自己 所以高中阶段 是你要证明自己的 学术能力的阶段 用手去证明 尽在科研 考试等等 这些 直到进入了大学 才是你真正开始 准备好了自己去输出 去做研究 去回到这个社会的这样一个阶段 所以这样一个逻辑线 梳理下来 你们就知道 为什么每个阶段 还要做的 是那些事情 接下来 咱们还是先说 学霸的路线 是怎么样来培养 那学家也是 好像实在不行 人家听我掉的路线 首先刚才 我这一次也说了 顶尖的大学 他需要的那些 青睐的人才 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课程 我们常会只知道说 他要学习好 英语数学科学 要学习好 但其实刚才听了 跟葳葳老师的说法 我们还要准备很多东西 对不对 会觉得好复杂 其实你去理解里面 是不难的 因为一个 真正的一个社会里面 对需要的这些 出色的人才 其实他一定是具备了 这些特质 我可以给大家 试着思考一个问题 假如说 你现在有权利 给一个学生 选择一个学生 去在他身上 投一百万 你的目标是 如果是需要这个学生 未来进入社会之后 能够回报 给这个社会两百万 你会怎样去选择这个学生 他一定是成立最好的 那一个方法 不是吧 所以他一定是需要 具备 等等这些条件 他需要有毅力 你光有学习能力 你不能够坚持 在某一个领域 做出去 可能就是没有用的 你没有领导力 光是自己卖利 你应该要 那是不够 影响力是不够的 你要学会去卖点 你这个贡献 就是你没有这个 感恩社会的心理 他来指挥住者自己赚钱 不会去回报社会了 所以就是 如果你把 当你 其实我刚才的这个话题 就是大学 培养一个人才的目的 还要被社会去培养人才 能够真正 回报社会的人才 所以这样的思考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做 这些准备 因为你做的 所有的这些准备 都是为了用来 证明你的这些特质 所以你其实 并不是说那种 一样东西 有的你别说 我的孩子的运动 他就不好 不然美术就不好 怎么办 他不能实行回大学了吗 不是的 你只要不管你用 正统一方面 证明了他在这些方面行 他就是人才 又是说一下 这些这几个方面的特质 在学术能力方面 你要准备的是 首先要有科学的学习方法 那他还要有学习能力 和最后我们讲的 要讲背景提升 他的包装 这些方法呢 我简单过来 我们常见的这些 四大学习方法 都是有科学的学习方法 这些你们自己 都会去查 这些能力呢 是说 我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这是非常惨烈的一个数据 这是我们在帮 中国的留学家庭 来侵害升级学校的时候 我们都提供免费的 应用测试 这个测试 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没赚钱 可以去费的是 什么样的数据 你们会发现 孩子从二年级 一直到九年级 他正常应该 达到的英语水平 是这样的缓 逐步上升的 但实际上 我们中国的 每个年级的学生 在我们最后 测出来的英语能力 就是美国的Zone系统 测出来的实际英语水平 是非常的缓慢上升的 而且年龄越大 离他的实际 所需要达到的 这个水平的差距越大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据 就是你的孩子 在小学六年级 他没有四年的差距 他只能达到二年级的水平 初中生只能达到三年级的水平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 追赶学术的语 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差距这么大 有没有办法追赶 有的 这个是我们用 以美国的一个软件 零件事 叫做对控这个软件 叫做一三仙 它是专门做提升孩子的 阅读能力的这样一件事 已经在美国用了三十年 所以有非常成熟的研究成果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这系统里面 它其实是会去测量一个学生当前的 蓝丝纸的阅读能力 那么它也会能够知道 大学录取要求的期待暴行的时候 其实比如包括我们看到 它甚至有美国公民职的平均水平 当然是达不到大学的录取要求 有高有低的 这条横轴是时间 数轴是它的阅读能力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学生 他的蓝丝纸的增长 去预测他未来 在大学申请的那个时间点 协力上去了之后 能不能到达大学的要求 如果不能够到达 你就知道你当心应该要干预孩子 所以它是可评估 可预测 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干预孩子 那我就希望家长需要重视起来 大部分的亲爱的小中国的小留学生 都是需要干预的 然后提升他的阅读 然后很多家长会说 那我但是亲爱的小中国的学校 老师是转到其他城市的国家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的分析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的分析 我们简单数理一下 像西脉国际 可以说是美智的代表 我们来看它的叠成绩 平均分是F1271 然后曼谷ISTS 美智最好的代表 1335 这个分数确实有差距 但是差距也不算特别的大 对吧 那再往下看 其实美智里面的学校 像其实最好的 我们一定知道 肯定在美国有这么多的顶尖技术学校 就是私校 但我去看 它平率大概也都是在1300%左右的业成绩 所以你去对比这个成绩 你会发现 其实亲爱的顶尖学校 跟美国的顶尖学校 没有太大的差距 它都是在一个中上学屏 那真的最顶尖到什么程度呢 美国平级第一 来戴维斯 这个是美国的一所公立学校 这可能很严肯的顶尖 因为大部分人都觉得 美国的公立学校 教育上不行 私立学校才好 不 公立学校也有非常平均的 只是美国来戴维斯 不一定好的商品 而且 成绩在前1%的学生的入学 这是公立学校 它的平均成绩是1500亿 是非常可怕的一些数据嘛 这也是一样 我不细说了 但是说一下结论 蓝纳是我们亲爱音识的代表 它的2020年 就是它公布出来的数据 今年没有 50.7%能达到 然后 在美国的数据差不多 60多 然后真正到了 新加坡也是差不多 在英国本土 有非常领先的 像圣保罗 大工学 这些能够达到90多 所以真正英识最好的 是在英国 但是你的学生 还是一样 能不能考得进 其实 后面的我就不细说了 大家自己去看 我的结论是 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个中小 其实 新加坡的资源 已经是中小水平 已经是完全够用了 你的孩子 如果不是那个1%的顶尖 其实 如果真是那个学霸的顶级 你真的要去美国或者英国 去找最顶尖的资源 你可能要向外去找 那之后 我们是为它背景提升 这次学霸 他要拼的是什么 学术 已经是最基础的基层像了 他最后 更多需要去包装 要去拼的是这些东西 刚刚贵卫老师也说了 你从很少到开始 去准备这些东西了 这不是赢错而救的 你到了 都不再去准备打个结 因为比如说 像基因下面赢 我们来一个个说一下 基因下面赢的门槛 也是非常高的 那么你在能够申请到基因下面赢之前 你其实可能要先去申请一些 无门槛的下列赢 而这些有门槛的下列赢 我给大家主要 这些下列赢 可以都是拍照 我们细说 这些下列赢 都是非常高的门槛 我们叫儿子参加了 CityOne天才赢 他们基本上是筛选 前2%到5%的学生 你的成绩能达到最标准 你才有资金 也就是说 如果你能帮孩子申请到这样的下列赢 其实他已经立即找他的能效了 他已经能证明 他一半时间赢了 如果你的孩子是偏轮科 领导力方面的 那么你可能要去给他准备这些精英的项目 刚才威威老师提到他们家 也在申请YYGS 是吧 伊尔鲁大学的这个 不是YYDS 然后如果你的孩子偏理科 那你就要往这些方面 去学家教 都是有人盘 这些都是美国的顶尖大学所举办的这些活动 这个是你如果很早就有了一个大学目标的话 你就应该是冲着这个大学所举办的这些活动去 你的规划越早 你的路线就会越精准 还得在这个成长的路线上做 这是我们家长都帮他们做的最主要的事情 还有就是包括这些 真正的 美国的高中生到了高中阶段 他们都是会要去做这些科研的 就是这些学霸们 这些科研 比如说我只举一个例子 这个 它是请到美国的 最底尖的20所高校里面的老师 来一对一的带着你的孩子去做科研 你的学 这个科研能够发到这些非常寒激量的学序期刊上 所以你把这些前期准备工作做好了 你再去申请大学 就是学校取成的事情 我书里的这个一整年下来 你的孩子在哪里 一些方面有特长 你就去参加那些方面的竞赛 这也都是非常多的 从小学到高中都有 好的 学术方面拼完了之后 我们刚刚说了 还要拼那些 因为很多家长都会目以来说 我要去考证 考到有什么样的成绩 去证明自己的孩子 这些艺术方面的成就 但其实 你证明的是孩子的 艺术激情和时间管理的力 如果你念了这些所有的钢琴 以及踢球 都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顶尖的大学 它最终需要你的是一个 它不是需要你踢球踢得很牛 它是需要你踢球 然后还有影响力 你的领导力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这里要提到一点 就是领导 但是领导不能有领导力 这个可能会是我们中国家庭 比较多的一个误区 你真正要培养的是你的公众表达能力 或你真正能够在一些项目中 体现你的领导价值 和影响力 再有一次我刚提过 社会贡献 我们在这些美国的盘导里面 其实你会发现一些数据 为什么亚裔募取的分数 普遍会要比其他主意更高更难 这里面有很多人不知道的 一个亚裔的劣势 我们亚洲的没有捐钱的习惯 因为美国顶尖思想 它们是需要有财任收入 是需要效益捐款的 可是很重要的一个财任收入 但是如果我们通常都没有这些捐钱的习惯 那它就会降低你的这个募取的比例 这个也是个表达你的孩子 会去回报社会 或去感恩的一个方面 都是创新的地 比如说我这样图说的是 你的孩子可能喜欢踢球 但他踢球打不到第一 喜欢打高尔夫才打不到第一 但是他有可能可以去创新出一个 高尔夫足球高尔夫这样的一个项目 这是现实的一个案例 这是2010年开始在美国流行开来的 如果你能创立一个新的商务 并把他在世界推广开来 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成就 所以创新力会让你跳出原有的社会 重新去排名 那么最终最终 所有刚才说的这些 都是孩子当前的表现 其实大学真正要贴富的是孩子的潜能 因为他要给社会提供的生活 是未来的人才 而不是当下的人才 所以如果他当前不行 但是你能够显示出孩子有非常强的潜能 未来的人性 那也是OK的 好了 如果你按照以上路线 怎么努力你的孩子都 还是不给力 那你就要看一看就是谁刚路线了 我们家也是有这样一个孩子 我为他访结了一些 我觉得可能他会更轻易能够达到的一些路径 当然你花钱也能够给他很好的一些未来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本身资质不是那么有天赋 你又没有办法在这上面投入非常多的重金去找 那么你可能要参考以下的这些路线 我只挑出其中的一二和五来重点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能够躺赢的一条路线是 在咱们泰国的国际学校毕业之后 你申请本地泰国的大学马来西亚的大学 这些东南亚大学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亚斯基兰达到6.0以上的这个水平是非常容易的 以咱们其他大学为例 它是有一些英国的大学的合作项目的 你申请到这样的大学学费很便宜 后两年还可以申请到英国去读书 你可以拿到这样的学位 那它最后刷出来的还是英国学位 那第二条路线 是我跟我们家孩子的文化的一条路线 走加拿大路线 等一下我再去细说 第三条路线我会展开说是走 美国的这个社区大学的路线 总之所有的这个学渣 其实我一直都相信 它都是有自己的特长的 只是它的特长不一定在学术方面 那它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学 我以我们家孩子为例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它在出国之前 语言能力非常差 专注力方面有问题 还有它喜欢美食改善的时候 它现在找不到资源 没有办法进去 所以这都是它的一些劣势 在出国之后我发现 它语言虽然非常差 但它数学还不错 我们就用中文的教材 带着它在持续的学数学 在疫情期间 我借助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拿学校的成绩单 当时刚刚通知我们 百分之九十大以上的成绩 就可以申请了 我们直接就申请到了 这个CY片台银 这个片台银是 美国已经做了非常多 包括像Facebook创始人 达国有参加过的这种片台银 而且它的这个资质是 你一旦能够进入了这个门开 就中心有效 它不专注 我就找到了它 不需要把专注的人 就很爱靠 这样子需要他眼光 有多少天的爱靠的人 就不要专注 它很擅长 我找到有专家可以培养 他的这些兴趣爱好项目 就是他不能学橄榄球了 所以国际上棋 如果他在国内下棋 下棋 下棋也是满足了他 理科方面的优势 也太不需要下棋 不需要语言 所以他在中国 他很没有机会去 能够跟顶尖的起手去下 但是他在期内 能够去有机会参加到 这些国际的诺开赛 能够甚至跟中国 最顶尖的选手去对应 这就是我们在台国 能得到的机会 所以这个机会 是让你家长去找他 去打锅的 其次 如果你的孩子 在体育方面有特长 你也可以抓这些机会 这就是哈佛大学 去得出来的一个报告 大部分的学生 都会有 他们大部分的学生 都有运动 和音乐方面的特长 艺术方面的 还有包括腾校里面 你看体育生占比 这样子是10%到20 非常高的比例 刚才威尔老师也提到了 如果你的孩子 有体育特长 你走一个东西 你要去到NCAA 最上美国体育特长 肯定会走到一个通道 那么如果你的孩子 还有这些东西 怎么办 你给他寻求一个暂时的缓冲 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五条路线 社区大学 可以省前有省力 为什么省前有省力 我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甚至是美国加州大学 大家都知道 美国最好的东西大学系统 那它的排名是不是最高 美国的前20 这个数据是正常申请的 就是11 但是如果你走社区大学 它的录取率是明显的提高 单倍的录取 也是加州系统的 你们都可以看到 这个数据的对 走明显的录取率会高 基本上一半都能录取 这就不是说 喜欢社区大学 其实它是给了孩子 一个缓冲的时间 就是你暂时没有达到 大学录取的标准 但是我给你多两年的时间 你未来才达到 我也能接受你 而且美国的大学 其实有很多是在 大一大二的学生中 是错学的 所以它正好就在 社区大学的学生 还添补了这些空缺 这些社区大学的学费 基本上非常的便宜 都在一万美金 或者两万美金 最多也就是两万美金 所以就给你 能够省下一年 大概三四万美金的钱 改年下来 就已经省不晓了 改年之后 只要达到 实际标准能够转 这也是有明确的标准的 耳关的 加州大学的官网 它说你的基金 只要到达了3.4 你就可以转学录取了 这是保证有协议的 假如说你连3.4也达不到 怎么办 它还有另一个协议 签了比如说 加州的中立大学 这个大学的排名是一百多 它的学费 所以只要 你看这个飞冷楼生 也就是一万多美金 这个GPA 只要高于2.0 就能录取 那你的孩子 就是躺着都能够过量 所以这个就是 我给各位家长 就是说的 你的孩子来泰国留学 并不是说提高了他的天花板 而是提高了他的地板 它的起跑限制一定是 国内的孩子要更高了 至少能躺着上一所高 上一所大学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他能够挑战多顶尖的大学 这个还是要竞争的 还有一条路 我刚刚刚为什么说 我们要走加拿大路线 躲开高考 因为孩子学术成绩一般 那我就 我开这个 因为每个欧美国家 都是有相应的高考 美国有SAT 英国有A-Level 那加拿大就是一个 没有高考的地方 所以他用形式成绩 这种事情大学 那加拿大如果读高中的 优势是什么 1.没有高考 第二.形式成绩下70% 也就是你认识体 或认识科多页 你的大部分人数已经拿到了 你期末再稍微水面好 你的人数不错 5.3.4年之后 你可以年雅思 大部分学校里面提供了AP课程 还有甚至有IP课程 所以你去事情里面的学校 是没有问题的 本省呢 因为他美国技术 不是走一个通道 所以他的生性更有优势 然后立学校他的学费 也非常的便宜 学校里面有ESL课程 免费的 他周围都是白人环境 英语环境更好 还有很重要的一条 你去美国去英国 其实你即使是右手的学生 有可能未来拿不到成分 很难留下来 但是加拿大很容易 只要你在本科 或者甚至是适合你们毕业 找到生意的工作 就很容易拿到永居身份 那这段给孩子来说 如果我不希望孩子 可以多勤勉 或是希望他快乐的生活 快乐的工作 那这是可以容易实现的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注意的一些 我刚说的 所有这些学渣的路线 都是你要 不是说坦明进大学 就能够轻松 拿下名校的 它只是 欧北大学 是一个宽景研究的概念 就是暂时为你放逼高者 因为看到你很想学习 看到你还有一些 可以提升 给你那么多的时间去提升 你如果最终没有提升 你还可以表业了 所以对我们孩子最终的要求 是一样的 这不是一条捷径 只是给你那么多的时间去争取 最后我要说的就是 两张图片说一下 我们家未来的一个 会我们家接下来会离开清脉 为什么 一个时候我发现 不能够太明性 明校 我们两个孩子在清脉国际 我觉得相信 大家都应该都是 能够用清脉国际 在本地还是在做明校的 但是我其实这个图片里面 周围的旁边两个孩子 是我们家最要好的 两个好朋友 一个孩子女孩 一个白女儿 他们家里都是英语无语的环境 父母都说英语 但是我发现有问题 他们不能阅读 在我女儿能够哇哒哇哒读书的时候 他们只能听我女儿给她们读书 这张图片是我的女儿 在给她们读书 所以我就发现 不能单套学校 这是同一个学校出来的学生 最终为什么我们的孩子 能够读得更好 是因为我们在家里积了他 最好的教育 真的还是在家里 得套家长 学校只能完成你一个最基础的部分 第二个 也太相信自己 我们家孩子 我刚刚说了 她学生学方面还是有优势的 她在这边七年级 她能够考出十年级的学生 我觉得她还是蛮 没有 也没有特殊级她 但是我 今年带她 我们去了三中新加坡 我带她去新加坡考试 我发现她啥也不是 考过新加坡的考试 那些考试她一看就是 也没选过 不会 所以她就始终还是有的 不能够看迷信自己孩子的形化 所以我们接下来 我会要带孩子去新加坡 再看一看 人家最顶尖的教育是怎么做的 这张图片是新加坡 我随便挑了一个培训班 人家就是叭叭叭的 那个试验的想法 所以我们接下来继续 我们会要去探索 去对比全球多国的教育 一个是泰国 我们始终认为 是最佳新加坡的地方 以及我们未来 会回来养老的地方 而新加坡是最顶尖的 国际教育所在地 所以我们会要去探索 还有是美国的这个 公立教育体系 我们加密报 所以我会带着她去 真正的去体验一下 这个公立教育 做的到底怎么样 最后是那个 加拿大是我们的 远期规划 我还是希望 我要自己能有一个 成型的生活环境